個性又急 講話又快的時候 講沒有兩句 然後就可能切斷的地方會不大對 因為覺得上氣不接下氣 然後剛好就是說看到有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我就覺得說我應該來學一下 來看一下 就是應該要怎麼樣去發聲跟怎麼樣去換氣 雖然這是就是呼吸很品嘗嘛 每個人都會 可是換氣的方式可能很多人都不會 所以我就找了我很多好朋友都有這方面問題的 然後大家一起來參加 很高興跟各位認識 謝謝 這是我們的零同工程師 我們這百分之十的聲援 他選理長 選議員 一定倒數很多 非常熱情 他已經這次都是第三堂課了 從他一試 禮拜三的課也是 禮拜一的課也是 禮拜一的課他也上 禮拜三也上 這就是我第四次見到他了 你的朋友在一個月上來說 為什麼 為什麼要黃金的時間 花這麼大的價錢來學這個 老師 同學大家好 我住深坑 我家超阿里 當然也是因為個性很急 所以講話很快 常常會都撒牙 找不到方法可以 看能不能找到方法 改變我的習慣 所以就知道有這個發聲的班 趕快來學習 看他們學到一個 能夠不要讓我雜誌 要雜誌後常 你的方法 還是這樣 好 這個太單純了 剛才這新朋友第一次見保你的面 你再得見 這不是好同學啊 同門同中 一生一世都要教我 聽見沒有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叫余悅 因為我的工作需要講很多的話 所以 我有差不多一兩個月前 我去萬方看醫生 因為我覺得我的活動聲音 越講越小聲 講不出話來 結果去檢查的結果 他說我的聖誕也輸了 我說有沒有救 他說沒救 所以我有一點很沮喪 他就說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去練 練用我單點來說話 所以我剛好在萬方那邊 車站那邊 我看到有老師貼這個發聲 馬上那兩個失聲就已經引起 馬上又吸引我的錯誤 謝謝 說得好 說得好 還有這個妙誌的意外 他到現在由於不學 男生都不敢相信 一個班還不知道不要抱哪個班 兩個女孩都不知道去哪個當太太 來 這個 請講 各位同學好 我叫陳英傑 在藥局上班 然後我也是每天來游泳 看到老師貼了那個 心裡之後一直 因為白天我要上班 沒辦法過來 所以晚上我已經報名 晚上上班 也上了一堂課 因為我是要練唱歌 練了一兩年 開始聲音沙啞了 我想說 哇糟糕 歌長練到這時候最有興趣了 就練聲音沙啞 這樣怎麼辦 那老師白天 我想說來治療沙啞 不過他在白天班 我實在 今天也是硬請假過來的 然後晚上我已經上完 因為我聲樂啊 技術沒那麼好 所以那天上了 我覺得說 好像好像跟不上他們 有一些人 他們都弄得很好 我這一兩天有練習耶 真的有差 老師講的那個真的是 好像氣可以到哪裡 到哪裡 可以從這裡上來 我回去都一直練啊 家裡的人覺得很奇怪 怎麼現在變怪怪了 一直在音樂練到變成那種 那種哭笑的聲音出來 對啊 啊真的 真的很好 想說來學 來學看看 真的是什麼事了當 謝謝各位同學 好 感謝 來來 我謝平良良 謝平良良 謝謝 妳看他們輔獎 妳看他們五光 各位同學好 我姓陳 我叫金玉 那個老師說得沒錯 我演戲的時候 確實是演貴貝兩家 看起來 真的太高利 那個 關心 因為我 演戲不是我的職業 但是因為我們有興趣 包括那個高美玲 石青美玲 我們都是現在他藏了我老公 以前我在學生的時候 對 我們是學歌仔戲 跟了那個廖重志老師 那說起唱歌 我覺得我還算是會唱歌 可是呢 我唱了之後就很厲害 然後呢 我唱歌常常會破音 其實我唱歌很敢唱 但是我常常唱歌的 啊 妳在什麼笑 唱出來 就是到了某一個地方 我會有怪聲音跑出來 那包括我講話也一樣 我有時候講一講 我音會不見了 就是那我其實年輕的時候 曾經有人就是醫生也建議我說 其實我的身材是開過刀的 然後我長過季也開過刀 對 那那個時候在開刀之前 有人就醫生就建議我說 你應該去找那個 就是那種發聲的訓練這樣子 講話的那個技巧的訓練 可是那個時候 一直沒有碰到老師嘛 那個時候沒有福氣 所以就去挨了一刀嘛 那我希望呢 就是說 現在雖然年紀大了 但是我還是希望我聲音不要牙 因為我很愛唱歌 我聲音牙對我來講很痛 當我需要唱歌的時候我唱不出來 那不需要唱歌在家裡面 在浴室的時候 喔我唱得很爽沒有用 對 但我希望在我需要用到聲音的時候 我可以很順利的讓聲音出來 這樣 這個也就是我為什麼來參加這個班 那要感謝那個高美甯小姐介紹我過來 其實我是對這一代我是不熟的 那很榮幸熱心 好無事 好無事 真的非常好 謝謝 因為他可以嗎 因為他下來加兩天 他來得最早 好他在樓心我做完蛋了 沒有 對不起 沒有拉到腰子 來 請養一下 來 介紹一下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啊 應該是旁牙 不要再講 不是 我嚴重感冒 對 嚴重感冒 來 請講 來 沒一下才講 那因為我現在就 也有從事就是那個戲劇 喔 有 有 小師 對 那之前其實 沒有 之前嗓子是還可以啦 就是剛出席的時候 聲音還算是蠻清澈的 然後音域也還蠻高的 可是後來慢慢就是 也是一次的感冒也是很嚴重 就有咳嗽 整整一個月 之後可能也有傷到 後來去解雜 五公 張警 然後後續上也是下來 然後覺得變成說 因為現在就是說 演出的機率也比較 硬反 對 所以說但是最重要就是 我們這種發聲的技巧 因為你學戲劇的時候 老師可能只是教你說 那個 這個歌曲他的轉運 他的轉音啊什麼的 那樣的 就是這個技巧 可是沒有教你發聲的技巧 對 所以說這樣可能就是 更迷失的 歐隆上的手水 那現在就是 我現在目前是最困擾的 好 對對對 那剛好我的好朋友 吃爆炸的一個訊息 告訴我說 你一定要來一定要來 所以我就來了 那三個節的都沒有送禮 端陽節 杜蘇節 今天都送了你 對 很感恩 好 感謝 感謝 來 請給我來 您高音請上 對 但是他們在樓下 您說 您要多說兩句 我又失去它了 很沮喪 好幾天 請講 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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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你上課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說什麼 聲音很大聲 是吧 唱歌聲很大聲 說個笑點 給你好 說啊 說啊 看電視的歌唱比賽 然後就滿有趣的 那我就想說 咦 那我就練那個 亂發音 就練練亂發音 就想說不要吵到鄰居 那我就把所有的門窗 什麼都換的 很緊 一直問著聲音進去 那阿姨 然後就發音當中 就從廁所的那個系統 那個水管裡面 發出一個什麼 在說 看電視的 你去碰爭 哈哈哈 蚊子都進不來了 哈哈 沒有這個罵聲 她不敢來 知道 她覺得要脆在我 她是個女高音 你看她的胸尾 你看她的整個形狀 她生意的天下 連十分之一都沒有 她真的變成蚊子了 所以這次要把它變成一個夜鷹 讓它那樣唱 它的聲音一定很甜美 不出三個月 一定讓它出來 參加比賽一定是前三名 我有這個本事 好 請坐 來 非常漂亮的職業師 當空姐可以 你看見沒有 看一看像不像滑航的 看像不像 來 說 大家好 各位同學好 我叫高興姨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唱歌 可是我不曉得說 那怎麼樣發音 那有機會就是說 來到這邊 看到有這個課程 就來參加了 好 但是就是說 我連一點 對年起初都沒有 那就是往後的課程上 提老師啊 各位學姐 學長 郭鵬鵬鵬鵬鵬 好 還有誰 還有您 怎麼第一次也見到您 躲到後面 你不是這種做人嗎 沒有 要學會出風頭啊 長得漂亮的人 就這樣啊 就罵頭來 來講 多講幾句 聽您的意圖 請講 那我要練感嗎 好 說 呃 我覺得我唱歌的音可能很不準 但是有時候 因為在教會常常唱歌 好 對 那就希望來這邊學習 就怎樣 就這麼贊成 好 今天這樣一講 我大概又知道每個人的目的 首先我們唱歌 在練呼吸的基礎上 就要改變性格 像剛才這位小姐 她的性格就太免 太內向 不顧衝動 唱歌是一種衝動 就像坦克車一樣 是衝擊鑽 不是一般的鑽子 在裡面 是 就是這麼大一個 打動 一把油 這個牆就不在了 就像一個坦克手一樣 那有的人改性格太急 我們說話形成 從我們想要說哪個字 到指揮到我們的口條 到說出來 它有一個過程 就像我們買麵粉 買發麵影子 一定要經過揉搓 放到隆體裡 三十分鐘 才能出來一個 白白胖胖的山東饅頭 從自投自負自尾 是一個完全的一個 珍珠的磨合的狀態 就像一個鑽石戒指在鑲嵌 你不能捧到手上 我有鑽接不行 一定要鑲嵌在項鍊上 或者一個馬鞍上 才是一個工藝品 那個聲音的自負 投自負自尾 它有個慢慢的形成的過程 通過我的母音子音 這樣子形成 所以性格太急的人 也很容易壓嗓子 如果你自己不用氣 太靦腆的人 老在嗓子眼說話 你不要因為小聲 就不壓嗓子 不錯 性子急的人 也會壓嗓子 如果性子太靦腆的人 一看就是個瘦氣包 一看就是被老公打的那種人 那就是他說話嗓子 一定會手上 就是他說話 老在 幹嘛 說話也不用嗓子 唱歌也不用嗓子 所以你們的苦腦 都是白白的挨了一刀 白白打了多少針 白白吞了幾百天 躺成素 全都不認識我的緣故 可能說我說一句話 我來玩了 我們共產黨老師說 都是打完仗了 他來了 死的死躺的躺 只說一句話 我來玩了 早幹嘛 早在偷情趣 是不是 所以說開玩笑 第一次 除了西方國家 這麼重視嗓音的治療以外 嗓音治療用一句成語 解鈴 還絮 細鈴人 你怎麼得的病 你就從那個地方開始 從哪跌倒 就從哪爬起來 長也不怕 生在病可也不怕 就剛才那個醫生說了一句 最有陽性的話 生在萎縮 肌肉萎縮都可以把它搞清楚 生在也是肌肉 也是一個肌肉群 長時間的去掏他的資源 得不到保養 你買一台車 一直從開始到報費 從來不換機油 這個車能替你服務嗎 是不是 五千公里換個機油 三千公里換個空氣濾氣 是不是啊 一般的保養啊 輪胎你能跑十萬公里也不換 雖然不跑也老化了 所以生在 從生下來一直到 包括你們做專業的 這些老的藝人 他只能說吊嗓子 所以中國人 拉胡琴拉了幾十年 上千年 都沒有一個胡琴的 怎麼持琴 怎麼持功的正確 抓到哪就是哪一個 唱戲劇 我們也有國劇 也有古代戲 山東有旅劇 陕西有琴腔 河南有玉劇 每個地方都有地方戲劇 可是就沒有一個系統的 發音方法 就像你說到一定時候會撒樣 唱歌低音有低音 到中音的轉換點 縣道有縣道的轉換點 省道有省道的 上高速公路要有個閘道 你要上到那邊 你要找那個閘道 你否則看著 又省又省市 又不用等紅燈 你就找不著那個閘道 你只能在省道上跑 我要給你找這個閘道 從F一上 雖然你不懂 這個閱歷 閱歷就在裏邊參照 如果專門學閱歷很貴色 不願意學 是不是 什麼降A調降B調 我在這裏邊用得著的時候 你就說 到了一個4上的帶點 這叫F 這個時候就需要用上閘道了 這樣子你到高速大概三個小時就到了 如果再省道可能五小時到不來 到F的時候一直到兩個點的道 嗨系 H&A 兩個點的所謂的高音 這個就是假聲曲 這就是高音曲 而且我再說 說話唱歌都沒有假意 就是共鳴腔底的轉換 我上一堂課說 當我們說第一的時候 談戀愛的時候 你嫁給我吧 我媽媽說 我媽媽很喜歡你這個心 當你談戀愛的時候 男男細語的時候 是用熏腔的共鳴 是這個紙盆的喇叭 是 嗯嗯嗯 一定要用這個喇叭 當你中音的時候 一般說話都有中音聲曲 像這麼樣說話 除了對情人說話 對小孩子說話 當一般的同事談生意啊 是不是截人待物啊 就要用中音曲 中音曲我上一堂課叫 一言音 一個口一個音微的音 這對嗓音